此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以及亚太金河组织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事关中美关系前途命运的习败会 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 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刘潇迁从峰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想在APAC的历史上 可能没有哪一届的峰会 比今年更加的聚焦在两个参会成员上 这些天我在旧金山采访 无论是经济组织 智库人士 甚至是普通的美国民众 都会用中美峰会这个词 来指代今年的APAC 要知道APAC一共有21个成员 那么其他的成员是否会感到有些失落呢 我们采访了APAC政策支持部的负责人 这位来自秘�的APAC官员说 中美关系是这一次峰会的焦点 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稳定 我们都预期到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稳定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参会 这会帮助美国跟中国与其中间交易 和中国与其中间交易 这会帮助美国与其中间交易 为了弥补他们在举办类似活动上缺乏的经验 这一次旧金山乃至整个加州政府都投入了最高级别的安保系统 除了设置各种路障之外 还以会场为核心 隔离出了一大片的安全区 民众虽然可以正常地通行 但是需要接受安保的检查 那对于有些懒散的旧金山来说 这已经算是史无前例的了 不过在旧金山的民众眼里 这一次的A派克虽然给他们的日常出勤 带来了一些临时的调整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期待A派克 能够给最近几年受到疫情和通胀影响 而显得有些低迷的旧金山市中心 注入活力和经济上的刺激